观众朋友们 好 那我们来看看啊 哎呀 今天我们这观众齐刷刷的哈 这单身多吧 单身请举手 哎呀妈呀 挺多的呀 去编导告诉我说咱们观众心里有一位先生来过三次做嘉宾 是哪一位 是 哦 是您的 您好 是现场嘉宾吗 哦 您好 我今天头一次您主持这个 我一直是小样主持的那个 小样主持还是品红啊 就品红吧 叫小样 就这个 就这个是主持的 今天的嘉宾怎么都是糊涂的呀 不是 我的我见你我害怕 我见着我害怕呀 我说了半天您说的是宇童 请问您知道我姓什么吗 您姓王芳 哎呀妈呀 我太感谢您了 我姓王芳 我叫啥呀 我就知道叫王芳 哦 那您刚说我姓王芳 我还以为我后面还有个名呢 还行 看着就觉得演员还行啊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呀 我是精梅集团退休的 什么集团 精梅集团退休的 哦 国企是吧 哦 那您在精梅集团里做什么职业呢 下了二十年景 完了以后在地面干了十五年 有人三十五年 下景很辛苦吧 很辛苦 真不容易 那您是单身是什么原因呀 离异 09年8月11号离弹 您能告诉我离异的原因吗 被踹了 我说不离 他说非要离 我要离 我说你要离 我说你离的吧 他说你要不 你要签字吧 我起错上法案 我说那你真要离 他说真离 我说那就别签字了 咱直接离就得了 第二天礼拜一 周一就离了 这没过程啊 有过程 半个月没说话 十四天没说话吧 您要有 今天您看观众期 刚刚不是那么多举手的吗 这节目还没开始呢 等会儿等会儿 您说什么大姐 我们这位姐姐看上这位先生了 是这位姐姐跟您开玩笑 还是真的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不错 您觉得哪儿不错 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 您不是北京人对吧 不是 三西大同的 第一小孩就 没有 这几个没有 眼前没亮 这个三西大同的 您 哟 你们俩还真挺有缘 您的也是一梅独啊 是不是先生 您今天多大年龄 五十五 五十六周 五十五周岁 五十五周岁 您现在北京做什么 这位姐姐呢 是离婚吗 是离婚的 离婚多久了 我也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 最近找过一个 完了 让人又催 你们俩的命运多么的相同啊 这怎么就是 什么叫让踹了呢 他有了新感情 对 您一看就属于性格挺温和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您的这个小笑眼 一笑起来 大哥 那眼睛都是这样的 那要送起秋锅 哎呀 我发现您眼睛也是这样的 这位大姐 给您送秋锅 您看着了吗 我还没注意的 我 没好意思 您现在心情是通通通 还是通通通 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第一种 通通一下 请问您愿意跟他单独交流一下吗 我问您是离异的 这是离异的 离异的 是退休的吗 是 我必须考虑着这个 人家带着退休金 这个退休的这个 人家给医保这个问题挺厉害的 没问题 人家是自己带着退休金来的 特别的 为什么没花您钱 您愿意跟他单独交流一下吗 我考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现在不愿意单独交流一下吗 选择考虑一下 他可能不想找外地的 我估计 您是不是希望还是找一个北京的 是有这个顾虑吗 好的 各位请坐 没关系 我们继续找 这有的时候就是缘分 好 我们此时此刻 一号女嘉宾已经等了很久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成名55岁北京人 李宇 职业状况退休 北京有独立住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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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一幅画 您画的吗 对啊 哎呦太漂亮了 给大家看看 精灵十二拆 很好 这是你自己画的吗 这是临摹的 临摹能磨成这样也不容易啊 对 人家给我一个月饼 月饼的和尚特别小 后来我就自己给他目测放大的 然后就画下来 哎呀 哎呦非常有才华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她算是属于中等 不算放 第一下还可以 不知道身体怎么样 身体有好的 一号女嘉宾不仅啊 这个能够画画 而且呢 她还有很多的琴棋书画 其他的才艺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明 今年55岁 北京人 我就是挺喜欢弹这钢琴的 然后我还有其他爱好 比如那个唱歌 还有那些体育活动 冰棒球 打冰棒球之类的 这画是什么时候画的 这个是五年前 就我们社区那个组织那个画画班嘛 后来那个请了老师 那如果有一个男士 他正好也会画画 会写书法 就是这些还都不错的话 您觉得怎么样 那当然更好了 我希望有一个老师啊 就肯定要比我高 因为我是属于自 自己从 就自发喜欢 没学过 特想找一位老师 特想找一位老师 哎呦 有点文化素质 您是会画画 我在外面还教我点书法 我想问一下大姐啊 就是爱好这么多 那么除了您在片子中提到的说 哎我特想找一个音乐老师啊 画画老师啊 除此之外 您希望还有什么条件呢 那希望得首先身体健康的 就懂点家务的吧 也不能家里什么都不管啊 有的时候吧 找对象这事 你说简单吧 也简单 您要看上他吧 就怎么都行 就是您要看不上吧 他抽烟也不行了 喝酒也不行了 抽烟喝酒肯定不行 抽烟喝酒肯定不行 对你在家里别抽烟 喝酒你外边要是吃 跟人家有什么去 就是那个就是 假如有一男士他说 我只要进家就不抽烟 我实在憋得不行了 我一天出门口抽个一根半根的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是吧 来一号男嘉宾您好 官方您好 您好 请问您吸烟吗 我不抽烟 太好了 请问您酗酒吗 不喝酒 不喝酒 也不喝茶 哎呀 好 第三个 您会弹钢琴吗 这倒不 不会 不会 您会画画吗 业余画一点 国画 哎呀哎呀哎呀 业余画一点 等会儿 您会写字吗 书法还有一定接触 哎呀 一般男人都是书法 女人都是画画的 对 是吧 对 这以后不就你画画 他提字了吗 这大哥 一号先生 王法您好 我怎么越听这 我就心越跳啊 现在不是那位先生 通通通了 我通通通了 那先生您 您归更了 我今年六十五 六十五岁 年纪好像稍微大了一点 您做什么工作的呀 您做什么职业的 高中数学老师 哎呀 这先生您现在还教课吗 呃 太羞了吧 那个数学不教了 但是还教点那个 社区的书法 对 我想问您啊 这个先生 请问您 那个 假如说要是有一些人 数学不太好 偶尔让您给补补行吗 我那个 原来的成交中心 干了好多年 到七三 二零一三年 老伴去世以前都在干 啊 后来老伴去世以后 那个就不再干了 老伴有病就不干了 我是在想 我们有一老师 经常一加一等一几 都分不清楚 他今天虽然没来吧 但他其实挺需要 补补数学的 是吧 马老师 他不仅要补数学 他要补的内容太多了 我们去找一个综合学科的 文宗李综合在一起的老师 对呀 这个先生 您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吗 呃 您玩笑了 哦 我玩笑了 哎妈 就先生 其实王导挺好的 人中之龙 哈哈哈哈 说您以后大哥认可了 对呀 王导是需要文宗李宗老师 联合起来过来给补课 不是 王导是人中之龙 挺好的 哦 也就是说 我别打击他了 对 六十五个这个年龄 你拿着这个合适 行 那还行 职业也行 选择 首届爱在北京 大型线下相亲活动 将在近期举行 如果你羞愈在镜头前 展现自己 如果你苦于没有机会 接触一性朋友 那就拿起手边电话 报名吧 一号先生 这条件好像跟您很类似啊 姐姐 他比我学历高 比您学历高 对 但您听上去是不是觉得 还真的挺巧合的 还行嘛 气质上挺好的 你要觉得感觉好 你就大胆地追 成不成再说 但他小了点 好 我们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您什么时候离异的 我是 一年 这三年您觉得您走出来了吗 我早就走出来了 其实 当时跟他离异的时候 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冷静 因为别人事先告诉我了 他外面已经有人 后来我一想 我正好感觉 这年龄五十多岁 我不能把自己毁了 他高兴了我 还挺难受的干嘛 因为他是近身处骨 他近身处骨 对 后来我一想 房子孩子都归我 我就独立挑衅吧 因为我以前挺依赖他的 后来我一想 那也就是说 这先生可是下了 很大的决心 他也犹豫 他一年前就跟那什么 后来我就想 算了吧 既然人家提出来 特别坚定的 后来我就说 那我自己承担那份责任 我孩子还没结婚 那谁告诉你的先生 是一好朋友 也是替我打抱不平吧 是他的好朋友 是他的好朋友 那个人看不惯他这点 那您知道了 您没问他吗 没问 我得等他说呀 我看他提不提 他不提我要说什么 那他每天还回家吗 不 他老出差 他几天一回来 也不经常见面 就先这么着看他提不提 结果他果然提了 我个人考虑 好像应该找一个 丧骨的合适 因为我觉得 林毅子总有双方面 都有因素 已然这样了 那我们就开开心心 过好后面的日子 我们来听一下一号男嘉宾 一号先生您好 王妈您好 您好 听完这个女士的经历 这个经历会不会觉得挺不容易 她挺不容易的 而且她能够这么坚强地面对生活 是不是挺优秀的呀 她这个挺优秀 你有亲友团吗 有 我们也有 对 一号先生有是吧 我有 带了三个亲友团来 我听说您的亲友团 是公园成练的朋友 有一个成练的朋友 有一个是我高中数学组的组员 还有一个我们社区合唱队的队长 哎呀妈 你这组成比较复杂 合唱队队长 您爱唱歌了 参加那个社区合唱团的话 就是经常集体唱歌 您好 一号先生是你们的老教师 也是我师傅 师傅 03年毕业的时候拜她为师 哎呦 您快给大家推荐推荐 这师傅怎么样啊 我师傅业务能力是相当强的 给王威念老师教教数学没问题 师傅大语文也教 然后他比较会调节自己的生活 又爱生活 多才多艺 您觉得跟一号女嘉宾有匹配度吗 匹配度我觉得挺高的 是吗 一号先生应该是生活中脾气性格都挺好的吧 特别直率 交朋友特别珍藏的一个人 对你们年轻人提携吗 很提携 在业务上帮助特别多 生活上也给了很多指导 我觉得老师可能跟我们这些常年在市场上跑的人 可能语言沟通不会特别好 一号先生出场之前呢 我们有一段短片放给大家 我们先通过屏幕来认识一下一号先生 雷福66岁 1948年在北京出生 1967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 兢兢业业工作了41年 于2008年退休 在这41年中 雷老师可谓是逃离满天下 他获得的荣誉和奖状更是数不胜数 我当了23年班主任 25年教育部长 07年的时候 房间教委发了我一个 为教育事业工作 40周年的一个荣誉证书 上初中时雷福就写好书法 如今退休在家 他更是在社区教老年人写字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为了参加了选择节目 我给那个王导和王芳 已经写了一颗字了 我给王文教导演写了一颗字 传书戏海惊鸿 这幅字是写给主持人王芳的 是行书 松神竹运 是我今天有礼物啊 掌声有请雷老师 雷老师好 给雷老师好 都放这儿 我帮您收着 我给您写了一幅字 真的呀 太好了 希望您在银评舞台上 长睿长青 您保持轻松的风格 特别好 轻松和翠竹 都是我喜欢的呀 行书 太漂亮了 松神竹运 希望您在银评舞台上 长睿长青 天哪 就听您这字 我也得长绿着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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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只有吗 我给您写了一幅 给我 还有 还有 给您写了一幅 雅如兼备 好 感谢 您这 如雅兼备 关键是您这字啊 我觉得 历书 行书 传书 您这 涉猎得很广啊 我还教一点 假古文 很不错 他这字写的 有内涵 程姐姐 怎么样写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来我帮您收 请坐 我自己还带了一幅画 还有画呢 我们家在那个02年以前吧 我种了一架葡萄 长得挺好的 但是葡萄鸡的碗 我老伴呢 就种点丝瓜 结果丝瓜老早就先熟了 葡萄还没 结果我老伴挺亏过的 因为我老伴去世 一周年7月26号的时候啊 我怀念他 画了一幅画 有我的葡萄 有我老伴的丝瓜 太漂亮了 姐姐 到前边看看 姐姐 看看 看看 真漂亮 我家庭院青藤旺 春花秋实硕国风 用传书的书法 去画那个藤蔓 用草书的书法 洗洗须的 哎呦 这雷老师 您这是才子啊 印鱼 都是印鱼 人有知识 然后有内涵 这不挺好的吗 姐姐 这雷老师 写的画得怎么样啊 挺 还行 挺好的 这就不是还行了 挺棒的 是不是挺好的 雷老师 教书教了四十年 四十二年 那您就是师范毕业是吗 手师大 手师大毕业的 大学毕业 那您没赶上上山下乡啊 上山下乡了三年 插队算工龄了 我带工资上了大学 那您是在哪插的队啊 在那个防山区 就在防山 我是教育站线 始终工作了 在第一线 您的学生们都特喜欢您吧 还行吧 您严厉吗 我这人比较实在 您有时候会跟学生急吗 没怎么着急 没怎么着急过 这位女士啊 一般高三的孩子 她们都是值得学 其实我们的一号先生啊 其他条件都没问题 就是年龄跟您确实有差距 有点大了 因为我爱画画嘛 我爱画人 我就注意五官 多那个形态 还有气质 那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呢 还行吧 他看中的是形象 不是那么太 从他心里满意 先生您想找多大年龄的呀 年龄仿佛差三五 差三五岁就合适 对就最好就是六十左右 是吧 六十左右啊 六十多一点 今天六十五了 从他们的爱好工作 都应该说合适 但是刚才这位 这个老雷老师啊 他老觉得对方离婚 牵扯孩子很多问题 在这个他有一点顾虑 好 您即将离开现场 有什么话对先生说吗 希望您找一个志同道合的 好 年龄相反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这边这边哈 这位男士 您到底觉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岁数太大了 因为他 我前夫比我小一岁 而且长得 你看见我姑娘了吧 长得高卑谈大眼睛 挺喜欢那种的 但是现在这个年龄 您找不上 我觉得他也带得有点那样 反正我书法直让 就稍微有一点太老了 而且本身比我大十岁 我怕到时候他万一以后 再过五年十年 我就该伺候他了 你知道吗 现在我想 实际上我想找一个 差不多大的 但您现在看他觉得 身体不太贤 也不是 他书法写得那么好 肯定身体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他太专了那方面 我希望他别的方面 他可能就是教学和书法 画画 但我不是光追求这方面 选择 首届爱在北京大型线下 相亲活动将在近期举行 如果您羞于在镜头前展现自己 如果您苦于没有机会接触 异性恒用 那就拿起手边电话 报名吧 爱人去世一年多了 7月26号是一周年 其实在这个之间 可能有人劝您来过选择 对吗 对 但是您一定要等老伴一年以后 我曾经 是 因为老伴跟了我41年 已经不容易了 我想 我怎么也在守他420天 420天 到现在真的420天是吗 差不多 差不多了 真是差不多了 这肯定得有一个过程 对 得环境 对 得看他 你相濡与沫这么多年了 烙印都在这么多年了 那肯定是的 老伴是什么病去世的呀 老伴是那个 隔壁上有一肿瘤 住院的 输液七天就不会呼吸了 只能住重症监护室 他现在是吸进氧气可以 出出让他呼不静 结果 那个 156天就走了 一直在重症 对 就是你每天能去探一会儿 是吧 我一开始不让进 我老在地下室睡 就是让那个重症监护室听着 我成那地儿的那个 盖帮的帮头了 全国各地都在这睡觉 结果后来那个 后期吧 跟领导 跟这医院的关系都挺熟的 他们白天让我在外地待着 我就楼道睡 晚上进去陪我老伴待在 其实那156天挺美好的 是 我当时许愿 我说我投出五天健康来 赚回那一百天来 结果 我这辈子最大的打击 就失败就是这件事 没回来 当时的窃管子 已经说不了话了 我扶着他写的东西 大概我整理出五本之计了 他都写的什么内容啊 就是那个 之间的家里能安排 根本 我一般情况 还是 给我孩子 给我孩子写的那个 以后的那个 想法 他说让我找好点的 要不就甭找了 说我太实在 他当时知道自己 可能要离开了吗 他知道 特别舍不得您吧 我太舍不得他了 我特别感谢编导 放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这么感动啊 是因为他刚才 雷老师说了一句 他说白天我睡在外边 几乎成了那些人的头 你大家也知道医院嘛 肯定五湖四海 什么人都有 但是后来医院 同意让我晚上住到里边 我就在想 这位六十出头的老人 他当时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心每天几乎是围绕着医院 他说愿意用他自己五年的健康 换回老伴一百天 就是这种感情 我相信这一辈子当老师嘛 我非常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 没什么时间照顾家 是 所以肯定你在那个时候会觉得 有好多遗憾和亏欠 是 我要知道那么的 我就尽量外头少教点课 那个多陪陪他 以前其实老伴一直在默默支持你 对 家里基本上全是他家里 我从来不管钱 家里我所有的衣服啊 什么背心 什么裤衩 所有都是我老伴买的 我今年第一次买很热 就是来我们节目啊 挺好看的 您会不会觉着 如果再给你一点时间 能早点明白这个 让老伴也想几天福 是 他很会过的 我们靠工薪工阶层的工资的话 在梁香买了两个楼 还贷款还了十年 刚还七个月他就走了 到临走的时候 他还存了一份钱 我觉得太对不起了 还没走出来呢 他这里 你说后老伴稍微对他差一点 他会想念的 前老伴 雷老师 你刚才说啊 你爱人可能生前 他享受的不多 净受苦了 还完房贷七个月以后 老伴走了 是这样啊 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啊 就是我们的这种幸福感 可能来源于很多方面 其中一部分是来源于 我们的物质生活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来怎么衡量 刚才这位女士 一号女士 你可能已经听到她的经历了 是丈夫背叛了她 所以才离异的 所以对我们女性来讲 有一部分重要的幸福感 是钱永远无法替代的 那就是丈夫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照顾 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忠诚 所以我倒觉得 您的爱人 其实是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蛮幸福的一个女人 您也值得拥有一份 很美好的一个生活 一个老伴 谢谢您 一定好好地过好后半生 很好 来 二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心情怎么样 挺开心 您是今天在我们节目中 这三位女嘉宾中 是个子最高的吗 中不溜 中不溜 是最瘦的吗 也算中吧 中不溜 是最年轻的吗 不算年轻 中不溜 怪不得您是二号呢 是不是 对一共三个人 他都中不溜 您多大年龄啊 59 你们这三位里边 有没有人喜欢我们雷老师啊 喜欢挺好的 不是 谁最喜欢雷老师 我 等会儿我就听着这声音不对啊 姐 您好 您几号啊 二号 是您最喜欢雷老师吗 是啊 确实是您最喜欢雷老师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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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旁边还有一人说不是 来 您说不是那位 您几号啊 三号 那您认为谁最喜欢雷老师啊 我认为我 您认为是您 三号 这个台下有位大姐一直给我比划 三 大姐您好 三号李嘉宾您认识对吗 咱们是我姐姐 就是不是亲姐姐 但是我们非常了解 您来过吧 那我来过 上次咱们好多人一块做节目 对 我对你印象深刻 您找着了吗 没有没有 上次没有太合适了 韩淑贯51岁北京人 一役职业状况退休 您刚才为什么说 一直给我举三 您是觉得三号比较适合是吗 我听他说话了 他自认为这个 您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挺合适的 您觉得雷老师挺好 我们姐姐挺实在 挺过日子的 哎呀雷老师 你现在瞬间成为香菠菠 就是刚才这一段 其实雷老师刚才这段讲述 特别给他加分 您感动吗 听着 我非常感动 我掉眼泪了 自己擦了半天了 非常感动 对对对 来 三号姐姐 你好 王峰 您觉得谁更喜欢雷老师 我更喜欢雷老师 二号姐 你好 您觉得谁更喜欢雷老师 我呀 哎呀雷老师啊 你想到是这场面了吗 其实一号女嘉宾下游 雷老师有点失望 是吧 我这采访的不错吧 谢谢 别介绍你 您请坐 二号姐姐 你好 您多大年龄 五十九 五十九岁 三号姐姐您多大年龄 也是五十九 哎呀 二号姐姐 您哪里人 北京人 三号姐姐您哪里人 北京人 你们俩谁立房山进 住一个地方我们 你们住哪里呀 住团天湖 嘿 你们俩是约好了来的吗 没有 在这碰上的 对 哎呀妈这世界也太小了 太巧了 二号姐姐 二号姐您长发短发 短发 三号姐您长发短发 短发 二号姐您大眼睛 小眼睛 小眼睛 三号姐您呢 小眼睛 小眼睛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这 哎呀 这我这压力 哎呀 二号姐您穿着裙子吗 铺子 三号姐呢 裙子 哎呀 终于找到一差别了 二号姐您的 您的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三号姐呢 女孩 哦 这个二号姐 原来的职业是什么 原来是干商业的 商业 售货员吗 是外企 外勤 哦 外勤 三号女嘉宾呢 工厂的工人 以前在双鹤腰夜 后来调到阀门四场 你们两位谁会做饭 嘿嘿 反正是做了这么多年了耶 吃了这么多年了 哦 那个 你们俩谁会跳舞 五十岁以前跳 现在不跳了 雷老师啊 我都替你纠结的 黄啊 嗯 你说你要见二号 也许错过了三号 你说你要见三号 也许错过了二号 哎呀 太纠结了 来 一块上 您说 一块上吧 两个姐姐 一块上吧 我们就没这规矩啊 啊 破例了 那个旁边的那雷老师的亲友团 这位先生您好 您现在为雷老师高兴吧 对 我是为雷老师高兴 嗯 您是他的朋友吗 我是 同事 嗯 嗯 朋友 哥们 哥们 我们俩人从 七零年开始就认识 我们俩因为都是同事 都是导师 所以就认识了 嗯 因为我们俩的经历又很相似 所以就成了朋友 退休以后呢 又都在梁乡地区住 经常见面 所以我们就 接触的就越来越多 就成了智友 雷老师 这位先生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是眼含热泪的 我 其实我觉得您很幸福 您有这么多同事 今天又不是礼拜天 人家愿意请假来 我觉得您真的很幸福 我感谢这些朋友们 学生同事 嗯 和这个合唱团的团员 最关键的是 现在俩人都喜欢他 您说见哪个 你小鸡啊 说错了 他发现见错了 没事 一个一个来 您希望雷老师 长得什么样的 找一个非常实在的 能够过日子的 这样一个老伴 因为来之前 我们俩也聊过 我说到这来 找的是媳妇 什么漂亮啊 那都不是主要的 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 能够过日子的 知道心疼人的 很善良的一个老伴 刚才两位女嘉宾 现在都对雷老师可印象好 您会不会觉得 雷老师的幸福生活就要来临了 那当然了 我感觉的很快 很快 非常快 现在我也纠结 二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汪汪 这个您希望谁先登场 顺其自然 您安排 三号女嘉宾您希望谁先登场 听您安排 难题又扔给我了 要不这样吧 这个两位 你们愿不愿意都走上台来 和我们先生见个面 然后咱们再交流交流再说呀 可以 可以 哎呀 这来了 穿裤子的是二号女嘉宾 穿裙子的是三号女嘉宾 掌声邀请两位 拿了 您好 吃饭了 您好 您好 又见面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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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这个您是三号女嘉宾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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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赵英 五十九岁北京人 李毅职业商业退休 北京有独立住房 三号女嘉宾陆小荣 五十九岁北京人 李毅职业工人退休 北京有独立住房 哎 主持人 我怎么觉得 两位阿姨长得还有点连像 是吗 对呀 穿的衣服也好像有点像 都是花的 还都烫了头 哎 妈呀 眼镜是不是也一样啊 眼镜一样 这我都着急了 哎呀 雷老师啊 雷老师啊 您要知道啊 人呢不能花心 这吧 只能盯准一个 咱们一世英明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我觉得有点激动 那个雷老师啊 您现在的心情 和您得到那个四十年 那个奖状的时候 那个心情要比较的话 哪种更激动 可能现在更实在 现在哈 最关键的是 观众心上还有人说喜欢呢 小雷老师 我们还要接个少女子 我最近啊 主持节目很少能碰到 这么像泼泼的人了 多谢 这个您 我这么一看 我觉得那比刚才 他都帅了 也不觉得你很黑了 比较实在 来请坐啊 二号男嘉宾 哎呦 二号男嘉宾 肯定心情不愉快了 二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心情怎么样啊 我为我这雷大哥高兴 那您没为您自己着急啊 我不着急 只要今天他选好就合适了 那您来干嘛 打酱油的呀 没打酱油 但是这雷老师一带这儿吧 我自己就感觉我实在不行了 我就退 往后直往后退 哎呦 你这兄弟也不错 人多好啊 哎先生啊 您今天其实来是为了澄清一事的 对吗 什么 我我我耳朵也跟你那耳朵差不多了 哈哈 也是 我我我耳朵我就是说说您还真 这个先生啊 嗯 是这样的 就是您今天来这里 是不是其实有点想澄清一件事 对 不不还想在这找到一个 呃这个喜欢的 是吧 对 哎呦 哎呦我觉得我们观众席那位大姐多好啊 戴围巾那位 你不觉得这位大姐挺好的吗 啥时候乐呵呵的 哦 刚看到 你嘿您这刚才干嘛了 不是我老盯着你呢 好 哎呦天呐我太对不起您了 耽误您找对象了哈 先生您多大年龄啊 六十周 六十周岁 六十 那您是数码的吗 对 数码八月二十六的嘛 呦 马老师跟您同岁 嗯 对 那个我比您还大几个月 我五月 对 要你觉得这种 我更是我的这个女孩 我觉得二号 二号年龄 在那儿 他都快六十 六十 这个女的好像 虽然在那边大型 年轻点 就好像 来吧 我们两位 两位姐姐 咱们介绍 您是二号女嘉宾 对吗 您是三号女嘉宾 是 呃 二号大姐 您是离异吗 对 离婚了 是 三号女嘉宾呢 也是 二号女嘉宾 我刚才一问您 第一句 您就有点难过 应该是啊 呃 是不是那次婚姻 对您来说 其实个打击还是挺大的 是 三号女嘉宾 离婚原因是什么 呃 就是家庭暴力 您遭遇了吗 对 好 现在一个基本的情况 一会儿我来详细采访啊 雷老师 您随便问点问题吧 您做老师的 您千万别把自己当老师啊 咱这是相亲啊 这雷老师 您需要点水吗 我们这还顺便卖水 就是 暂时不用啊 我们这卖一瓶 我能赚十块呢 那您减最好的 跟我们上来 最好的 我们最好的一瓶五百多 嗯 那个 那个 我 我们在这吃饭 给您 您管我们都会点 哦 在这吃 不是 那个 雷老师 您也不问人家 喝不喝 您就说不要水了 给他们买 这是 给他们每人买瓶水 已经盖了 然后客气 见面都是原水 哦 是吧 也就是说 您心里边 其实大概会有一个 对一位 已经有好印象了 对不对 有一点倾向吗 还是还没有呢 展示还没有 我再考虑一考虑 好 那您先交流交流 好不好 哎呀妈呀 就没有 没见过这样 一对二相亲的 确实 您 您这个原来是 干什么过吗 原来我干商业的 商业 那个离异等 对 离异多少年 91年 主要情况是什么 没有责任感 再一个是 他自己的 他那个生活希望 跟我 大不了一起 所以冲突 他喜欢抽烟 我喜欢棺庄 就是形成着 您现在家在哪住 我原来在冲闻门住 原来在九云条住一段 后来搬到重温门店 在重温门那住了15年吧 一直到2000年 跟孩子一块过 还是自己独立 现在孩子有孩子的地 我有我的地方 跟他不在一起 假如两个都差不多 我都喜欢 就描一个 就是他 千万别 又瞧这好 又瞧那好 三号我问问你 您什么情况 我是那个98年李毅 98年 自己带了一个女儿 我以前在工厂上班 后来那个 什么厂 以前最早在双后腰夜 双后腰夜 双后腰夜 后来调到那个 您在双后腰夜 干什么工作 就是治药 治药 对 也挺辛苦的 还可以吧 那个后来调到那个 因为孩子小 没人管 那时候在那上三班岛 后来调到那个 发明司长 那不就上正常班了吗 不可以自己带孩子了 然后那个孩子 三岁的时候 有一场大病 就是摔了一个跟头 摔得脑出血了 哎呦 生了脑出血以后呢 后来那个 到天南医院 做完手术以后呢 就是医生说 一年之内 就是不能离开人 这样呢 我觉得单位办的 那个请示假 请示假 然后在家 就是那个 一直带孩子 带了一年 等那个我们家孩子 好了以后呢 该上班了呢 正好赶上那个 下岗 那您的小孩 现在跟您 结婚了 结婚走了 已经出去了 已经出去了 您自己过 我自己过 现在 现在我跟我的老父亲过 您老父亲 我有一个爸 娘家父亲 何事是 娘家的父亲 跟他们住一块吗 不住一起 我自己有自己的房子 我自己的房子 我父亲 我父亲 我父亲的房子 一日住在团结户 你也是是吧 对 太巧了 我们都住在那一带 好 这个简单一了解之后啊 其实 我会发现两位 表达能力都不错 非常有调理 这个 这个是二号 这个是三号 您现在对谁印象 稍微好一点 不要让大家看到啊 稍微好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二号 从面向上 人家比三号好 你指一下 指一下 我以为 我就 哦 哦 哦 来 三号姐姐和二号男嘉宾 您二位呢 先休息一下 好吗 好吧 然后我们来采访一下 二号女嘉宾 您猜 先生选的是谁 我不猜 顺其自然 您觉得呢 我也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但是您为什么 对先生印象不错 嗯 我觉得 刚才听了 他的那个介绍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爱心的人 嗯 我 我 我比较那个 欣赏这种人 另外再有呢 说 一定要 上进父母 下爱子 下爱子女 我觉得他这一项 做得挺好的 另外再有呢 再有说 我 好像就是 从小的时候 我就比较欣赏 这个老师的行业 哦 明白 二号女嘉宾 您对他印象 好 是因为什么 知识渊博 知识渊博 这个马老师 您猜先生 对哪个印象更好一点 我推测 有可能是二号 为什么 因为二号 相对而言呢 会显得更内敛 嗯 三号大姐呢 显得 他更奔放一些 而且我觉得 三号大姐一上来 他那个状态就是 特别有外面 特别有外场 二号大姐的那种内敛 很有可能 是做教师这个行呢 我们更欣赏的 其实这两位女士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 看鞋子 二号女嘉宾 一定他属于 更干练一些 或者说从他内心 更自立一些 他更不容易一些 就经历了很多事 你看他穿的鞋子 是一双 很适合走路的鞋子 对吧 那他更实用一些 三号女嘉宾呢 给自己配了一双呢 闪亮亮的 这个水晶鞋 说明他内心呢 还有 还有当公主的情景啊 就看这个雷老师 这是啊 雷老师啊 雷老师 雷老师啊 雷老师 我都替你发愁啊 哎呀雷老师 好请您先回到观察室 三号女嘉宾 先到观察室一下 谢谢 您告诉我 您指的那位女士 他哪方面吸引了您 有一个女孩 一般的我愿意 去找一个 就是这个丧偶的 但是他两个都是驴翼的 先跟他了解了解情况吧 我觉得他 他可能会选我 可能我觉得我外表形象 会比他稍微好一点吧 长相您觉得呢 长相没有 我这个一般的 对老伴来讲 看这个就比较外相一点 估计可能好交流一点 二号姐 刚才跟您简单一交流 就看到您的眼泪要落下来了 都是过去的事 离婚很多年了是吗 对 离异是哪一年 您就一段婚姻吗 91年对 91年 那到现在20多年了 23年 因为这么多年孩子小 我们找啊 特别不容易 对方肯定说孩子小 又是儿子 又是负担 所以我就得了意境心 把他能打 最起码咱们给他一个交代 孩子是无辜的 好妈妈 我想知道 您当时离异的时候 原因是什么 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可以 他是责任心不强 我跟他那生活习惯 可能是不太一样 他喜欢什么打麻将啊 抽烟啊 外头聚集 我呢就喜欢呢 家里看看书啊 或者我自己学点什么呀 所以他俩人格格不入 完了还有外遇 他的状态 好像比那个三号封闭一点 三号可能外向一点 了解了解 但说啊 现在这么短的时间 也很难定下来 选择 首届爱在北京 大型线下相亲活动 将在近期举行 如果你羞于在镜头前 展现自己 如果你苦于没有机会 接触异性朋友 那就拿起手边电话 报名吧 来我们此时此刻呢 要认识我们的二号男嘉宾了 二号男嘉宾说实话啊 其实我们对他印象深刻 但是他今天来这里呢 其实他真的抱着一个 美好的愿望 他希望澄清一件事 再找个媳妇 来认识一下 我叫王德里 今年六十周岁 我在某个局党校 任考误主管 我有一个儿子 已经结婚了 小孙子都六岁了 我呢性格比较开朗 从来不发愁 喜欢玩 喜欢运动 喜欢骑马 喜欢郊游 爬山 我希望呢 能够找到一个 跟我在性格上接近 也是爱说爱笑 不斗心眼 高高兴兴 踏踏实实 度过后半生的人 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您好 手够有劲了 对 来您介绍一下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你好 请坐 先生 您这一握手吧 我就觉得 您这挺有劲啊 您是每天做俯卧撑吧 俯卧撑不做 是吗 但是运动经常运动 这个还行 臭啊 你看就是 爱活动的人 你看可能对人 爱运动的人 来认识一下 二号男嘉宾的基本资料 您这名字也太有意思了 得理了呀 对对对 王得理 60岁北京人 离党校退休 60岁啊 看着这样的意思 是一般嘛 先生上次来 您觉得那节目录得好吗 对您来说 对我来说 不 不是很好 对呀 我也觉得 您当时什么情况 不是呀 我那些亲朋好友 对我一块的赤子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啊 王大哥 确实像您形容的那样啊 这女士一上场 有让您最新的地方 不上场 在底下我也最新的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谢谢 您这个王先生 这么钟情于您 您就没考虑下他呀 我曾经考虑过 确实是 不伴大家说 但是呢 我非常敬佩我这位大哥 他很真诚 而且带人呢 我觉得真的很厚道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呢 可能是我一个好大哥 但是不一定 我们能作为好的夫妻 我说哪天 等我带上我的老公 一起去请我大哥吃饭 希望你老公能请我 因为我大哥对我特别好 您当时这个说完以后 录完节目以后 很多亲戚都说您来着 对啊 说您怎么到那儿这么说话 您是不是真实表达呀 两个原因 其实那天他自己 也把自己给伤了 因为啊 我们见了三四面 然后咱们节目 都催得上节目 他觉得正在跟我谈着 他上节目不好交代 所以呢 他当时很纠结 要推了这节目 咱们节目组说 已经安排好了 确实 因为他自己报名的嘛 对啊 这呢 他当时心里都很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 迫不得已 跟我说了 说我这节目啊 是女儿给我报的 而且是在我跟你认识之前 报的名 我说那你应该去呀 他说我觉得不合适 不公平 我说这没什么不公平 一定要去 我说我亲自送你去 我支持你去 不是 那你们俩好好谈 不是 您要是早跟我们那编导 直接说是这情况 我们不会死期败亮的 录节目的 那么多女嘉宾 他没说 对呀 然后呢 就这么去了 到这以后呢 他一看我这个态度 心里也有点激动 这儿呢 说我要带着的男朋友 要请我吃饭 后来回去以后 我跟他 我就给他说呀 我说你带你男朋友 请我吃饭 我说你找你的人 少了一半 我说你跟我扯不清了 对不对 然后你们又见面了吗 后来 我所有的认识人 都一直见面 现在也在见面吗 和这位女士 有见面少 一般的有人打个电话 有个微信 不但我想知道 你们俩到底 还有没有可能啊 从一开始 我就给定性了 我当时说的句什么话 我说我放你去找一圈 但是呢 我说你终究 你要回到洛阳 回到洛阳 回到洛阳 回到他的前夫那儿去 我们在一起谈的时候 他们俩 其实感情的根基很厚 只是现在两个人啊 就等于僵在这儿了 所以您知道 您跟他是不可能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 我主要是在做 他和他前夫的工作 我觉得有点爱 你跟他搞得像 你就给他前夫做功能 那是给他做功能 让他跟他前夫好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听着您说 你跟所有人都有联系 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发心啊 不发心 不发心啊 对 因为咱们就是一个 相亲节目 您可得说明白了 要不然一句话 大家会误解的 每个人 比如我 我跟你认识 假如你有没有联系 也可能过年过节 假如啊 您找了一个女朋友 人家特别爱你 但唯一要求就是 跟这些人不许联系了 女性 别太多联系 过年过节问候一下 别每天在那儿聊天 你能做得到吗 能做到 没问题 因为只要我爱她 什么都可以 不是什么都可以 我可以啊 您就跳我钩里了 您知道吗 您就 我挖一个坑 您就跳 我挖一个坑 您就跳 我就感觉不对了 您这容易找不到对象 您上次来吧 这次来 您可得是找对象 大哥 王大哥 对 好 那我再问您一下 要是先找一个人 他特别爱你 是不是 人家提出正常要求 都可以啊 对 这可以接受 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我都替你紧张 我肯定不行 我肯定不行 我肯定有点 我肯定不行 那么严肃 对这个问题 对这位先生 你的印象怎么样啊 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 他的形象气质 这还挺好的 是不是 然后身高也够高 经常也爱运动 然后一看是个热闹人 先生您什么时候离异的 今年年初 春节之嫌 哎呀我有时候 现在不理解啊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到了 携手走过了 都快夕阳红了 他就还会选择离婚呢 元术已尽吧 呵 好 您二位交流一下 随便聊点什么都行 你走了 我这个正点就盯着是你 没事 别 他该休息了 对我该休息了 您得您得开始相亲了啊 没事吧 你问我 您在哪个党校 机械局党校 机械局党校 那等于您刚退休 刚刚退休 手续还没办完呢 还没办完呢 您家孩子多大了 33了 我孙子六岁 哇 那您给勘扎 没有 在他老爸那儿勘扎 哦 那您跟您老爸是分居啊 还是合居啊 合居 他住一半 您住一半 我就搬出去了 哦您搬出去了 那您怎么知道 自己外的还有房 租的 哦 说明您能力行 所以才租网络 一般吧 我估计二号也看不到的 嗯 他这种人给人的那感觉 不是让人感觉的 哎 对 太随便 而且一点都不当回事儿 似的那种 您没感觉这是简单的吗 方正常时间 说明您虽然有一点冲突 但是您 能过到这份上 就说明您还是有共同点 那对有 是不是 最起码得保证 百分之八十以上能够融洽 没那么好比 您是不是劝大哥回去 因为他的时间太短 这说的实话 您看好 您俩还挺有相似点 是吗 这个王大哥呢 是劝上次来选择那个大姐 嗯 说你转了一圈 还得回到洛阳 回到前夫 跟前夫团圆 您这儿 王大哥一上场 二号大姐就开始了 您啊 您还回去吧 您这个 您您的时间太短了 您别折腾了 谁会有这种账务 真的 我觉得您是这样 您能够复获到说 这个岁数59 那说明您的融洽点 还是最高的 找了一方面 您还有一个儿子呢 您得说 考虑他的很多 肯定是 正因为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 我才走 最后走这条路 不是 叔叔 就看您的决心了 这到底值得的时候啊 赶紧回家吧 对 没脾气看着 对 骂的两句 他也乐呵 你沉淀 你沉淀一段时间吧 嘴老脸 你看 更不在了 你是今年一月份 刚离的婚是吧 我们分居四年 最后走到法律 法律判决离婚 也就是说之前 你可能早就想离婚了 但是一直等到孩子结婚了 对 条件成熟了才离的 对 所以那可能复合的几率又很小 因为他经过四年 深思熟虑了 所以阿姨您劝他要再回去 估计也不靠谱 我第一个孩子 自己成家自己买房了 孙子呢也该上学了 然后呢 我把我父母笑上嫁鹤了 对吧 什么负担都没有了 我这时候离婚 我一个人会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 好 那我问一下啊 这位女士刚才的这个经历 你也听到了 刚才情况你也了解了 现在她要离开现场 您有什么话对她讲吗 祝您好 好 欢迎送一下阿姆女嘉宾 这边啊 这边 您认识这个阿姆男士复婚 是因为您对他没有感觉吗 不是 我觉得他时间短 再说他能够从年轻走的这步 那就说明他感情基础还是多的 那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他比较飘 人是挺好兴起各方面 内东一烧 内在的东一烧 对 跟那个前面那老师比呢 那个老师就是内涵多 比较知识丰富 就有才气 比如说要是二号先生的外形 一号先生的才气就好了 对 加一块更美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还变吗 还是喜欢一号男生吗 我觉得一个男生还真是 要跟我们家这样的算融洽 选择 首届爱在北京 大型线下相亲活动 将在近期举行 如果你羞于在镜头前展现自己 如果你苦于没有机会 接触异性恒用 那就拿起手边电话 报名吧 你们在离婚之前 已经有四年的分居生活 当时的离婚的导火索是什么 平时就是客观伴 老友 更准确地说 客观地说 主要原因都是我 都是您呢 是您花心吗 花心没有 心花但是没有事 看哪个女的都喜欢 那你完了 你这说完以后 你这确实找不着啊 你肯定有 有理解我的 那您花到什么程度啊 怎么个花法 发个短信 发个微信 没有 我那种动情的话没有啊 我喜欢美女 善女 才女 你哪说美女 善女 才女 谁看着她了 美女 善女 才女 你要沾一下 那您认为我 我沾哪个了 才女和善女 但是气质好 就说明我确实不是美女呀 行吗 没事 我这种打击也受习惯了 但是您这个要求有点高 您现在到底想找啥样的呀 眼前一亮 我这个看中的叫一见钟情 这种眼睛 到现在还在挑老伴利益的话 他就没后名了 他脑子没东西 不要说这些都没用 对 实际上说好还是那老十一号 您想找一见钟情的 就您大概说一个 您比如说对户籍有要求吗 比如说对这个学历有要求吗 对年龄有要求吗 户籍没有要求 学历有要求吗 学历呢 按那个 按我们这个年龄啊 或者比我小七八岁的年龄 高中以上就可以 您想找个比你小七八岁的 就五十出头的 五十五以下 五十五以下 到五十之间吧 年龄是五十到五十五 学历高中以上 不急不限 喜欢您的都可以 我觉得吧 作为二次婚姻来讲 最重要一条 两个人一定要 完全放开 不要抱着一种目的 你有房没有啊 这房是不是你的 对吧 那两个人的这个感情 肯定就不纯了 只有在一起 我就说了 如果我要娶了谁 我在他面前就是一傻子 我的心眼可以对外 但是夫妻之间 绝对不能斗心眼 一旦斗心眼 就不能在一起了 没意思了 所以我说我 我没存款 存款是我跟我前妻 和我儿子共同创造的 我在离婚之前 全部给他们分掉了 我就剩4800块钱退休费 然后呢 医保 这种社会福利的都有 再一个呢 还有那两居室的一居 我结婚我也不可能上这住去 对因为您跟您前妻 因为他在那住我不想伤害他 给我感觉他说的不是实话啊 但他可能就这种试探别人 我租房子 我这我那个感觉就是 你别图我什么东西 哎呀我都觉得这种人是 不实在不真诚 你来了 你就想搞得像 我有什么我就什么 图你不图你 那是你跟他去 你们俩去交流 你可以感觉对方图你不图你 图你 你要觉得让 可让他图 你就跟他交 你不可让他图 那你可以不跟他交 是不是 最好还能接受我什么呀 在他一个人的时候 家里如果电器 什么电脑有毛病 可能我还要去帮他去调整一下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您还是希望自己 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另外我也希望他过得好 您这句话 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 就您这句话非常给您加分 这说明呢 虽然离婚了 但是首先 那房子有您一半 但是你没打算去住 那您现在住哪儿啊 我叫租的房 所以也就是说 您希望找一个 能够接受您这些生活条件的人 对吗 对 能接受也能说明他大量 就刚才这段话 我倒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一段话 也说明这位先生 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确实没有独立的住房 但是我希望能够有美好的爱情 我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我 王先生 您对别人的对方的要求 其实也是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 我觉得您更像是那种 像年轻人的恋爱的方式 说感觉对了 一见钟情了 什么都好说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 想问您啊 我也想 哎呀 我不是找事啊 您说 就是比如说 您已经再婚了 然后您的这个爱人要求您 你能不能跟你以前 除了你前妻以外的 所有的女性都断绝关系 就不要再联系了 我想我想问一下 您能做到吗 因为以前呢 有的是同事啊 或者是都经历过的这些人 我得给他讲清楚了 你不能说除了我前妻 剩下的我全部认识了 就包括我们上次 你来陪伴录像这位女士 你刚才说了 偶尔发个短信 聊个微信 那当你再婚了以后 你这妻子说 你跟她发微信 发短信我都受不了 那你会怎么处理 我就得照顾我这个 现在的妻子 所以我就觉得 您还是一个挺好的这种 真的男闺蜜 找不着对象 所以您千万不要 就是说真的要分清主次 还是再婚的 我们这位妻子的感受 还是真的最重要的 像我们这样 都愿意找那个散老的好 比较稳定 好 现场我们好像有好几位 都是单身女士 有没有人愿意 跟这位先生交流一下的 可以 这样啊 如果您不好意思 编导告诉我说 二号机附近有一位女士 对这位先生印象不错 是哪一位 您好 您刚才对二号先生印象不错 我觉得看的演员还不错 演员还不错 您经常来 对 我好像记得您是专门 就是在北京等着相亲的 对吗 我现在定居在北京 您是哪里人啊 我老家是湖北 湖北人 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呀 我是过一期退休了 然后小孩在清华 我在陪赌的 哦 在陪赌 孩子现在挺大的了吧 对 在清华已经三样就生了 这孩子在清华 还行 赶闯北京都是 外地好多优秀的人 您喜欢这位先生什么 我就是 开始对他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看到他比较健康 然后就是 有演员吧 您多大年龄啊 我55岁 哦 亚边 亚先生这个要求的边啊 您您有什么爱好吗 我的兴趣爱好 听广泛的 唱歌跳舞呀 因为以前我在过一期 大机关里面是搞 正工工作的 工序工作也搞过 搞正工工作的 那您在北京是跟儿子 一起住吗 我是个姑娘 然后就是 对不起 您跟女儿一起住吗 我在北京周边 唱片啊 还有那个一两座房子 哦 那您 那您这个 这个自己 真挺不容易的哈 嗯 还行吧 外地一般进北京 都是精英 好多闯北京的 都成功人士 先生 他刚才专门下来 跟我们电脑说 对您 印象不错 您愿意跟这位女士 简单交流一下吗 去吧 抱歉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没找感觉 没演员 没演员 好 那明白了 就先生 您还是要继续寻找 对不对 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三号女嘉宾了 三号姐姐 您将再次登场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 陆小荣 59岁北京人 敌意 职业 工人退休 北京有独立住房 要说吧 三号女嘉宾我喜欢 但是呢 跟您要求那年龄 肯定是不符合的 您希望再年轻一点的 对 好 那您休息一下 这边 谢谢 也谢谢您啊 相信您能找到一个 特别合适你的人 谢谢 哪一年离婚的 98年 那也挺多年的了 对 当时离婚 您刚才说有家暴 对 前夫跟您动手啊 对 我那个时候 离婚之前 我还没做建材 那有时候做的是家居 卖家居 然后家居肯定要 接触一些人 接触一些男性啊 女性啊 他就觉得 我有 我有一个 正好有一天吧 去那个 出去了 就是那个 咱们国家住那个 澳大利亚的那个参赞 到北京来要 就是 选家居 选家居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呢 正好是买过我家居的人 嗯 他就说那个 这样吧 说的 陆姐你带着他去选 选回来以后呢 就是买什么家居 就给他定下来 然后钱我付 嗯 他说让他的司机 第二天去接我 嗯 那天接我的时候呢 我正好没在 他打电话 我们家打电话 说我没在家 嗯 我们家那个时候呢 本身我跟我那个 先生那个时候 已经有矛盾了啊 就是很长时间 已经有矛盾了 他就觉得 有一个男士打电话 就问我是谁 嗯 我就没告诉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我跟他说了 他也不信 就问我是谁 我说就是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 给你往家打电话 我说你司机让我过来 带你买家居去 买家居 为什么 为什么上家来找 嗯 就反正因为这事 吵吵吵吵 吵了以后呢 反正吵得挺厉害的 从那以后 他就觉得我在外边 好像有第三者 嗯 其实真的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 嗯 这样呢 就因为这件事 经常吵架 后来呢 就有一次呢 就吵得特别厉害了 都已经到半夜 十一二点钟了吧 完了我们俩吵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可能要动手打我 后来我就穿着衣服 拿着包 我就要 就往楼下走 我们家正好住在六楼 嗯 哎呀 然后他从六楼一直就追到我楼下 然后就在楼底下 就把我给打了一顿 拳杂脚踢就打了一顿 然后我们家正好有个接吻 是我们家老接吻 看着就问他说 就叫他想 你怎么这么打人呢 他就告诉我 你别管 你要管我来 你快打 然后我们那 你接吻一看这样 那就别原声了 就接吻就不管了 他就在那继续打 打完了以后呢 把那裤子从这儿 一直撕到这儿 告诉我 我让你跑 打完了以后呢 我也没办法 我也走不了啊 就跟着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呢 当时没觉得怎么样 等到第二天 就是上床都上不去了 因为我们家那个 席姆斯床离地 大概起有个 四十多公分吧 从那个 就往床上卖腿的 那个力量都没有了 就是浑身疼 后来就在我们家 我们家那个屋子装修 那个时候装修 也是地毯嘛 铺了一个柱子 就在地下躺了三天 然后我身上全是淤血 我女儿那时候也挺小的 后来就看说 妈妈我都不敢看 我看你我害怕 就看我身上的伤 我看你我害怕 我从那那一刻开着 我就觉得 必须跟他分开 不能在一起过了 我就说 我跟他说 我不是咱们吵嘴 骂人 这都可以允许 但是不允许你动手 从这种家庭暴力 基本男子 都是大男子主义多 男的没什么素质 他都是普通工人 生活所迫的人 没有经济来源 就是过日子够苦的 俩人在那矛盾 他把他像真正知识粉的 或者有一定经济收入 他当不了成功 你女儿现在跟你好吗 我女儿跟我挺好的 她理解妈妈吗 理解 她跟爸爸关系好吗 不好 为什么呀 她跟爸爸关系不好 那是 其实没有 其他的事 都可以让他 其他的事 都可以让他 理解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那个时候 不是 离婚以后 我自己带孩子吗 他一分钱 生活费不给 学费不给 反正我那时候 带孩子挺辛苦的 我那时候呢 是白天卖家具 晚上到饭店去打工 然后呢 就是一天睡觉呢 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孩子看我太辛苦了 后来就说 那这样 说妈妈 你那个 跟我爸要点学费吧 这样呢 就到他的那个地方 就找他去了 跟他要五百块钱学费 他不给 他不给呢 后来那个当时呢 他有一个朋友 正好在他那儿 就说 说小佛 你怎么能这样 孩子要学费 你得给 这样说你要没钱 说我给你 他那个朋友 给了我们家孩子 五百块钱 这件事我不知道 第二天呢 我们家孩子 拿这五百块钱 交了学费 交完了以后 晚上他就回来了 追过来了 就把我们家孩子 就叫到他爷爷那儿去了 就说你把这五百块钱 就说我们家孩子 你为什么要人家钱 你为什么要人家钱 我们家孩子说 那我跟你要学费 你不给 那个叔叔给了 那我肯定拿回来 我心价 你还不还给他 你把这五百块钱 给我拿出来 我们家孩子说 那我都教 我都教老师了 怎么办呀 那不行 你必须再拿出来 我们家孩子就跟他顶嘴了 先我还你还不行 他就一个大嘴巴 扇过去了 把我们家孩子 当时 这个事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我们家孩子 跟我说 给他扇的是 满天看星星 我们家孩子说 妈妈 我当时满天看星星 扇的我一个大嘴巴 就因为这件事 我们家孩子 从此就不再谅吊他了 跟他也没什么来往 他还是反对圣灵 这我就甭说了 我们那倒不是 就我们家儿子从来 虽然说他恨的 我儿子没打过一回 听了这么多故事 也确实觉得 当我们在这过程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做事的方式方法 而今天对您来说 我觉得您呢 就是找一好对象 开始新生活 特别喜欢您的笑脸 您觉得 一号先生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这个老师 雷老师 期待你们能选择成功 来有请各位男女嘉宾 雷老师 想明白了吗 我想问问三号 sedang 现在自根 still 还搞着剣裁呢 营业 你现在有退休洞吗 有 原来是因为下岗 下岗后来慢慢不也 退休了吗 下岗以后就去旧 就要业了 对吧 对 我推休就是在 按照双头要业的 退休的 按工厂工人退休的 对 按工厂工人退休的 做剣裁 这是后来 不是因为生活困感 您现在还每天 为这生活还在建材干吗 不 现在就是我们老板现在有六个店 然后呢 有四个店是做暖气的 这四个店呢 就是每个星期 他们店员有一天休息 我就是替四天 剩下的时间就不去了 每月去十天 每个月去八天 就雷老师想问您是不是还在为生活 对 就是我们不至于了吧 他们现在条件很好的 好 雷老师没事可干 谁这个 您现在跟那个老人一块过 是怎么每天伺候他就 就是我要是不上班的时候呢 就给他做多饭 做多年 今年82了 还得照顾 给做饭去 就给他做多饭 他自己也能自立 身体也挺好的 就是因为他吃的少嘛 所以我给他做多饭 我们两个人一块吃饭 还能多吃一点 一看雷老师是真认真了 他问的问题全是关键的问题 非常理解 好 雷老师 现在请问您是选择还是放弃 我想再考虑考虑 再考虑一下 理解 就是您觉得这可能还有很多事情 不是特别了解 好 二号先生 选择还是放弃 选择那份了 我愿意接受一下 天哪 这没想到啊 太反转了 你想到了吗 没想到 这是一个珍惜 这是一个珍惜 不管以后成不成功 现在我觉得挺高兴的 来 赶紧把花儿先接过来吧 谢谢人家 哎呀 他性格特别好 因为我其实跟他见了多少面了 好几面了 我打了两年了 对 他经常来 对 所以他性格特别好 而且非常大方 您怎么突然想要试一下呢 主要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敢大胆的直接的表白 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都应该这样 而且他刚才声特别好 他说你看他的心态多好 他说不管将来怎么样 今天反正我挺开心的 这特别好 我觉得你们俩几乎属于一种人啊 来来来 恭喜两位 请到这里来 雷老师 刚才有没有受到亲友团的一些鼓励 和二号男嘉宾的鼓励 因为亲友团是给了暗示的 我注意到了 我能理解您 因为您是老师的职业 您愿不愿意跟三号 你们俩再详细地交流一下 愿 可不可以啊 你们详细交流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是大事 好不好 好 旁边谢谢啊 哎 哎妈呀 不是我发现啊 马老师 这咱们就有点多余 还担心人家这担心音呢 很开心啊 我们现场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女嘉宾 大家如果喜欢一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心电话 你每个月上面这个七八成班的话 还是这个老板的 对 他就是按一千一百票的公司给 要没有这个 这个额外的收入 没有这个收入 我现在居住是两千三百多块钱 两千四百多块钱 看来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打这一件增风的话 跟您还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我就因为我以前做建材嘛 我现在就是除了赐我爸这点饭 我觉得没有事可干 就觉得去呢 跟他们心 我这人吧 心态吧 比较那个年轻吧 我还不愿跟上岁的人在一起 跟着交流 在简单的交流后 一号先生和三号女士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以便更加深入的了解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了解后 二人还是觉得有不合适的地方 所以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喜欢他们 就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260-5821和5260-582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要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要成为我的女人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亲爱的我想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嫁给我好吗